2022年对于英特尔来说可谓是多线惩罚礼 除了在GPU领域发布重磅炸弹ALC锐线独立显卡外 在CPU领域也已布局了第四代至强Sapphire Rabbits和第十三代酷睿Raptor Lake 而近日有消息显示 英特尔正在重启HEDT平台的酷睿X系列处理器 以及第四代可拓展至强处理器 并有望拥有56个核心112线程的豪华规格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距离英特尔的上一代高端装面平台发布 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 而目前的最新产品还是隶属于时代酷睿X系列的i9-10980XE 然而在这三年时间里 隔壁AMD的线程撕裂者便是混得风生水起 甚至还诞生出了64核心128线程的魔王级处理器 5995WX 但在今年得益于架构的改进以及制程工艺的进步 英特尔全新的酷睿X系列处理器和智强处理器便会正式回归 具体来看 第四代可拓展制强处理器 将暂时命名为制强博金8480或8476 代号为Sapphire Rabbits 面向于高端工作站领域 由英特尔7制程工艺打造 但仅会采用高灯控架构 拥有56个核心112线程设计 L1级缓存4.375Mbps L2级缓存112Mbps L3级缓存105Mbps 然而其的基准频率仅为1.7GHz 加速频率为3.3GHz 但最高锐频却可达3.7GHz 并支持8通道内存 以及多达80条PCR1通道 同时也将采用新的Surkit-e LGA4677缓装接口 以及搭配英特尔C740芯片组 TDP功耗为350W 如果要与前代志强博金8380做比较的话 全新志强的核心线程数增长了1.4倍 PCR1通道多了16条 但功耗也增加了80W 至于能不能和AMD的新一代骁龙斑斑手腕 这就得看实际的性能表现了 除此之外 根据目前R1代64的最新Beta版本显示 其已经加入了对于英特尔Alder Lake X4处理器的初步支持 而其中的旗舰款或暂时命名为 至强酷睿i9-12980XE 将正式取代时代酷睿X系列中的i9-10980XE 但关于它的详细规格 目前仍处于带定状态 而根据WCCFTAG的报道来看 Alder Lake X很有可能会是CephyRabbit X4中的消费机产品 至于其他方面 不知道英特尔是否会继续沿用三年前的X229主板 为老用户续拨命 还是换用到全新的主板 进一步改进革新 但大概率来看应该会是后者 毕竟12代Core就已经换上了新的主板 而他们的发售时间 预计将在今年的Q3季度登场 等到那时 希望英特尔能与AMD的现成撕裂者一绝高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性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